大家好 我是Wincent 今天我們將會拍一段影片 話說我之前做過一個科研展的導賞員 講到熱帶氣旋形成的原理 所以我會拍一段影片講解 而今天或今晚星期的時間 最近我會上載一些不同的影片 因為有些年度回顧 例如一些Albums 還有一些遊戲影片也會出 新的遊戲 還有一些音樂專輯部也會出 即是有些播放清單 讓大家方便一點去聽音樂 或者找一些想聽的歌 我們入整體了 今天我們要介紹熱帶氣旋形成的原理 這個形成的原理是科士力 什麼是科士力呢? 我們就看看這裡 熱帶氣旋由於以空氣向上升 然後以冷空氣下沉 形成一對流 以空氣向上升 到大氣層高處 就會預冷下沉 形成一個對流 即是這樣 這樣一個對流 我們形成一個對流之後 我們要看回 形成對流之後 我們由於地球是這樣 譬如這樣 以這邊向北 地球是西向東自轉 這樣轉 由於尺寸的關係 尺寸的空氣 會流動得比兩極 這裡的速度會更快 而當氣旋在這一點 譬如這一點形成了 空氣在四方八面下沉 然後在上面的空氣 由於這裡出率比封眼的位置更慢 所以它會歪在旁邊形成正六字的方向 而在下沉的空氣 有些速度是比封眼的位置更快 所以它會成為六字形成 台風旋轉的關係 這就是我們 這個物理原理 就叫做科士力 對 對 那今天我們這段影片大概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問題 你可以繼續訂閱我的頻道 或者上去我們Facebook page 看看我們的 香港天氣資訊綜合中心 和香港聯合地下氣象台 可以看看更多 關於天氣資訊 天氣報告 二大氣旋報告之類的訊息 如果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在留言處留下 那今天我們就到這裡 拜拜